消失一个月 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在习近平一声令下确定换人 外媒惊讶之余 纷纷猜测秦刚怎么了 他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傅小田 2022年曾经访问当时 还是大陆驻美大使的秦刚 当年他未婚 今年4月他发布微博 写着上一次登上这架飞机 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 还晒出了当时刚买100天的儿子照片 香港媒体和法国广播公司等 纷纷报道 他不仅是双面女间谍 还和秦刚有绯闻 大陆外长不仅爱上女主播 还是个女间谍 议题相当耸动 消息一出国际一片哗然 随着两人纷纷消失 傅小田最后一次更新微博 是今年的4月11号 如今秦刚确定被下架 英国的BBC大篇幅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 以秦刚消失30天后被免职 王毅接任中国外交部部长 英国的路透社 则以中国更换外交部长 秦刚神秘缺席为标题 外媒认为当大陆正面临 地缘政治紧张之际 任用熟悉外交事务的王毅 是先安内再攘外的最佳人选 秦刚虽然被撤掉了外长职务 但官网上仍保留了大陆国务委员一职 外媒分析这是否代表秦刚应该是健康问题 而非外传的绯闻或间谍案 然而不管答案是什么 都是外界的臆测 真正的答案恐怕没有那么快 亦或永远不会被世人知晓 TVB新闻谢贤夕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